这个男主世川是顶级中二病 而他在班上有一个特别关注的女生姓奈 此人乃班上第一大美女 据说还是杂志模特 对方的眼神早过来 世川却以为他是在看不起自己 内心开始阴暗扭曲地爬行 他要把姓奈变成一具美丽的尸体 话是这么说 但他也讨厌脑子不太正常的自己 原本他和班上数一数二的大美女是不会有交集的 但世川怎么都没想到 因为嫌班上太吵 特意去图书馆避开 却发现姓奈独自在图书馆偷吃饭团 姓奈想拜托他别说出去 但因为嘴里嚼着东西有些口齿不清 世川根本就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嘴上说要杀死对方 眼睛却不自觉地观察起姓奈 却发现这家伙吃完饭团又开始啃薯片 甚至一边吃一边哼歌 不对 这和他想象中的姓奈不一样 这时姓奈已经开始做课业 世川发现他没有带课刀 本想把自己的拿给他 又担心会被嫌弃阴暗 没想到姓奈收到课刀却说了声谢谢 世川顿时脸红 竟然还被感谢了 可恶 这家伙体暗恋啊 偏偏姓奈用完课刀还忘记还了 世川下意识追过去 姓奈的好友找了过来 提醒他不准在图书馆吃零食 姓奈只好把零食交给世川 世川还以为能获得女神吃剩下的薯片 没想到姓奈把薯片全部塞进嘴里 只拜托他帮忙把垃圾丢了 世川 可恶的女人 只知道使唤我 身体却诚实地将薯片袋收藏了起来 每次想到自己的磕刀还在姓奈那里 世川忍不住心潮澎湃 回去就发现 座位上多了一把磕刀 上面甚至还有温度 世川内心窃喜 原来姓奈知道他的座位在哪里 哥 你真的别太爱了 听到别的女生嫌弃姓奈 昨天做的海报太差重化了 世川忍不住咬牙切齿 不过他发现姓奈似乎并不怎么在意 但是在汇报调查的时候 姓奈看起来有些萎靡 紧接着就是世川他们组的汇报 世川本想着 自己做的海报就不用汇报了 结果抬头发现 姓奈在下面哭了 还以为姓奈特别在意那件事 此时窗户外传来声音 世川担心 大家发现姓奈哭泣的模样 情急之下 竟然用磕刀划破了自己的汇报 吸引了全班人的注意力 结果转头去发现 姓奈并不在意 反而看向了窗外的直升机 午休的时候 姓奈和闺蜜抱成一团 坐在世川后方的那几个男生 窃窃私语 听说喜欢身体接触的女生 都比较瑟瑟 竟然还在调侃 想和姓奈发生点什么 只是健太觉得 班上另一个胖乎乎的女生 更可爱 世川前往图书馆借书 发现姓奈还在那里吃东西 他刚走到后方 女生奶香就出现了 他说自己以前就很爱吃东西 结果不小心吃超重了 没想到健太也走了进来 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世川心跳加速 莫非健太是打算对奶香表白 那姓奈岂不是成了电灯泡 三人聊着聊着 健太不小心暴露了 自己喜欢胖胖的女生 最好是那种越胖越好 世川在书架后头无语 别对人家灌输你那奇怪的茶匹 此时姓奈也意识到 自己似乎成了电灯泡 世川还在想办法把她调走 结果不小心撞到了书架 眼看气氛要变得尴尬 姓奈咳嗽了一声 故意说可能有猫 世川没办法 只能假装配合 然而学猫叫根本就不像 整个图书馆充满了尴尬的气息 姓奈拍案而起 表示自己去后方看看 然后又开始学猫叫 乃香解释 这可能是猫咪在吵架 世川只好配合姓奈猫叫 健太和乃香反倒聊了起来 气氛和谐地离开了图书馆 姓奈心满意足 觉得做了一件好事 还夸世川做得不错 世川心跳加速 放学回家的时候 路过杂志店 听说最近新出的新刊上就有姓奈 特意回去换了身衣服 找到了杂志店 结果还没等她看 就发现换了衣服的姓奈也出现了 世川果断躲到了后方 就见姓奈围着看杂志的两个妹子 十分兴奋 一眼就能看出 在彰显自己的存在 似乎十分期待别人认出 自己就是杂志的模特 结果不小心把两人吓跑了 他甚至掏出了签名笔 遗憾的是 店员并没有发现他 还把杂志给放了回去 世川一边觉得姓奈奇怪 一边又买了据说有他登场的杂志 回去后他觉得 那是与自己无关的世界 因为照片中的姓奈 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 而他确实和对方不像一个世界的 虽如此 杂志还是舍不得丢 结果第二天却发现 姓奈身边站着一个男生 他心里顿时就酸溜溜的 嘴上说不在意 身体却诚实地跟在两人身后 很快就发现 这个男生是在和姓奈搭讪 对方说想要姓奈的联络方式 姓奈却说他并没有那种东西 明显是在找借口糊弄对方 结果这家伙始终不死心 甚至死缠烂打 想要姓奈的联络方式 世川看出姓奈十分为难 他内心告诉自己 这些和自己都没关系 此时姓奈的好友也找了过来 刚想冲上去搭话 却看见 世川猛地用力将手中的自行车 推了出去 前方正好是一个下坡 自行车飞快地从两人身边划过 并迅速撞上栏杆翻进了河里 一下就打乱了众人的思绪 闺蜜告诉姓奈 是世川自己推出去的 姓奈惊讶地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世川支支吾吾 说是把刹车当油门了 哥 自行车哪来的油门 没想到这一话 反而将姓奈逗得哈哈大笑 还说世川是个很有趣的人 世川通常会把学校的图书馆 当做自己的圣地 然后他就发现 姓奈一个上个初二的女生 竟然会在图书馆悄悄做搅拌棉花糖 有时候他都觉得 姓奈的脑子可能不太正常 尤其是姓奈发现 做搅拌棉花糖没有水 就急忙冲出了图书馆 世川一边嘴上嫌弃 一边身体诚实地擦干净 他不小心倒出来的水 并发现对方需要一个装水的杯子 可现在距离上课只有三分钟 但他只在片刻的犹豫后就冲了出去 当世川匆匆把杯子拿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姓奈已经在水池边搅拌了棉花糖 他尴尬地拿着杯子接了杯水喝 姓奈感慨 你还真是有仪式感 然后把自己吃剩下的棉花糖塞给了他 世川一边吐槽 这不就是剩下的垃圾吗 一边心里美滋滋地收下了 世川满脑子都是趁早抹杀姓奈 然后发现他有很多朋友 可总是一个人去图书馆吃零食 难不成是发现了自己的意图 想要引诱自己动手 然后趁机反杀他 此时姓奈已经热得不行 夏天汗水加衬衫 世川就听后方的男生们窃窃私语 哇哦 胸有勾鹤 眼看着男生想悄悄靠近姓奈 世川装作不经意地把磕刀推到地上 男生下意识捡起来还给他 他故作凶残地表示没坏 男生吓了一跳 此时姓奈正好离开 世川下意识将视线移到门外 发现姓奈的好友小林 因为猜拳输了正背着他 两人关系不错 世川一般在脑内 将小林称呼为姓奈的男友 因为小林非常照顾姓奈的情绪 从不说重话 可即使如此 对方也很少陪姓奈来图书馆 世川还是觉得 姓奈可能识破了他的计划 正在他一边看书一边删风的时候 姓奈发现了他手中的扇子 并迅速借了过来 世川因为害羞 在桌上远远地滑了过去 姓奈扇了一会儿 却绣了绣扇子 树有香味 他还让世川过来问问 世川没忍住诱火靠近了 却发现 姓奈的衬衫果然湿了 但是里面穿着泳衣 世川心跳剧烈加速 此时 姓奈却接到了小林的电话 听说对方要过来 他下意识钻到了桌底 还有世川坐在这个位置上 此时小林已经走了进来 世川假装并没有看见姓奈 可姓奈和他靠得很近 少女夏日有些微烫的体温 让他有些不受控制了 但小林看了一眼脸红的世川 再看看桌上的零食 顿时就明白了 不过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坐到了世川对面 还说自己对零食过敏 所以吃不了 不过姓奈很照顾他 以前在家里聚会的时候 姓奈自己馋了 又担心小林会难过 总是躲起来悄悄吃零食 世川这才明白 为何姓奈总是一个人来这里吃零食 姓奈有些不好意思地 推了推世川的腿 只是小林还在感慨 她的闺蜜真不错 人好又会打扮 长得还漂亮 品味也不错 姓奈被夸得得意洋洋 撑着世川的膝盖 就从桌底钻了出来 并美滋滋地带着小林离开了 世川能说什么 世川只能冲进厕所 不久后就是学校文化节的准备工作 姓奈他们也正在画鬼屋的道具 他记得世川做的海报很好 世川确实会私下画画 只不过画的都比较阴暗 于是他答应帮忙 和他一起工作的正是奶香 世川刚蹲下就发现一些呼之欲出 这家伙眼睛都看直了 没想到旁边的井口中 突然钻出一个扮演鬼魂的姓奈 一下就给世川吓个半死 奶香还感慨 姓奈身材真好 世川欲言又止 每个人的特长都不一样啊 这个时候奶香去换水 结果姓奈走过来发现 海报的墓碑上写了他的名字 世川心里咯噔一下 其他人也纷纷围了过来 世川知道这并不是自己写的 可他担心会影响到女生之间的关系 所以一咬牙承认了是自己写的 班上的男生试图拿世川在性奈面前刷好感度 世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甚至开始胡言乱语 说死亡其实也挺好的 这个时候奶香走了回来 听说事情的经过十分惊讶 他说那名字其实是自己写的 因为性奈的姓氏比较常见 所以并没有多想 迅速地将名字给涂掉了 刚才的男生骂骂咧咧让世川小心些 性奈也没想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他蹲到世川身边第一声道歉 名字虽然被涂掉了 但墓碑看起来很不正常 没想到世川大手一挥 把自己的姓氏写了上去 之后他去洗笔的时候 没想到性奈出现在他身旁 想用红色的颜料假装是血迹 世川下意识添加了一些黑色的颜料进去 说这样可能会更恐怖一些 没想到性奈直接撩起头发 闭上眼睛 让他在自己脸上涂上血迹 世川没忍住在他脸上点了一下 随后羞涩地逃走了 准备期间热热闹闹的 活动当天 世川却是孤零零一人 他本想着继续去厕所玩游戏 没想到之前搭讪的男生又找了过来 小林本来想拒绝对方 但性奈的另一位好友答应了一起玩 世川看不惯这种羊爵 可想起自己的自行车摔进河里 也是这位前辈带着大家一起捞上来的 其实这人并不坏 但世川还是下意识跟了上去 不过他很快发现 那个女生虽然答应了和前辈一起玩 但大家都把性奈保护得很好 世川下意识穿过教室走上前 没想到意外和性奈撞到了一块 性奈对这个教室产生了好奇 这上面是80年前的附近地图 性奈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家的位置 还好奇世川家在哪里 世川指了一个地方 性奈惊讶说 他们家才相隔才1000米左右 因为手差点碰在一块 世川不好意思地躲开 他本打算拿出手机拍一下地图 没想到 性奈却以为要和他合照 直接拿过手机完成了合照 世川内心高兴地尖叫 世川有画漫画的习惯 幻想主角穿越到异世界 但其中最可爱的妹子角色 他打死不承认原型就是性奈 因为头疼去医务室休息了一会儿 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睡着的性奈 他忍不住盯着对方看了一眼 结果性奈突然醒来 看到是世川在看自己 顿时松了口气 听说他头疼 就把止疼药给了世川 世川发现 这个杯子性奈似乎用过 就在他紧张地端起来的时候 性奈已经起身离开了医务室 世川躺回床上才发现 性奈忘了拿体操服 这个时候医务室的医生走了过来 发现世川已经躺在了床上 看到性奈没有拿走的衣服 直接将衣服丢到世川床上 让他帮忙给世川带回去 却因为扔在了世川脸上 狠狠地奖励了世川一把 下午世川把衣服带回去的时候 发现性奈一脸紧张地在找东西 结果对方找的 不过是放在那里的糖果 这边世川还在构思剧情 坐在后面的色鬼同学 足利突然有了想法 想去问女生会不会自嗨 这家伙胆大包天 还真往女生那方向走了 结果还没开口 就遭到了小林一行人的嫌弃的眼神 他只好说 自己可以通过指甲 看对方的健康状态 然后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没过多久 却写了张纸条 让世川交给性奈 世川生怕他在上面 写了糟糕的东西 纠结之下 将自己画的 以性奈为原型的女孩撕了下来 直接就交给了性奈 性奈看到后 竟然面色通红 世川调包纸条打开一看 发现足利只是想要性奈的联络方式 搞得世川又只能重新化人设 足利死心不改 准备通过心理测试 观察女生喜欢哪种姿势 世川直走眉 这种事情能随便大声说出来吗 不过他确实也很好奇 性奈的反应 女生们以为 足利只是做简单的心理测试 就相信了 其实就是通过触碰手的姿势 判断对方喜欢哪种关系 被萌子指出 他就是想摸女生的手吧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这样想的 足利赶紧把健太太们也叫了过来 结果女生们测试完全碰不着 终于轮到心奈 没想到心奈却直接装傻 还是几天上网查了才发现 是黄色测试 听说触碰手上方就是女上尾 世川本来觉得不可信 他去图书馆的时候发现心奈不在 只有一包零食放在桌上 心奈从厕所回来 发现糖果似乎少了一粒 转头就发现世川捏着手 立刻冲上去掰开 发现空无一物 才从口袋里摸出糖果 世川头脑风暴 我靠 女上尾 之后狠狠地冲了 下午是篮球训练 世川隐约听见 心奈明天有模特拍摄的工作 世川觉得自己是时候该对心奈下手了 可时常会想起对方睡着的模样 这个时候正好被篮球砸了一下 世川生气地捡起篮球要砸出去 没想到丢出篮球的人竟然是心奈 他很生气 却又舍不得动手 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却发现心奈在看自己 下一秒 心奈就被篮球给砸中了鼻子 并且留了不少鼻血 不小心扔出球的妹子尴尬地笑笑 这让吉田非常的生气 世川感到自己心情非常糟糕 下意识就追到了医务室 医生还在给心奈止血 世川躲到了床底下 听到心奈给母亲打的电话 恐怕明天的拍摄是去不了了 看见心奈哭了 世川竟然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 此时心奈掏出手帕准备擦掉眼泪 世川一抬头就看见 跟着手帕掉出来的牌子 里面夹着他给心奈的话 此刻世川终于明白了 原来自己是喜欢心奈的呀 心奈受伤后 教室中分为低迷 只有足利这家伙 悄悄拿了心奈擦鼻血的纸 世川非常生气 想要制裁他 结果就发现 自己衣服上也有血迹 是他从医务室悄悄爬出来时 不小心沾到的 第二天心奈照常回宵上课 只不过鼻子上被绑了纱布 不少人都问他怎么了 最后小林在他的伤口纱布上贴了字条 其实心奈也特别害怕被砸 毕竟他是模特 脸要是被毁掉了可就糟了 但心奈最不甘心的 是被经纪人和母亲当孩子对待 世川觉得他真的非常成熟 放学的时候 看见心奈独自哭泣 却没有纸巾 世川默默在图书馆 放下了自己的纸巾 但又担心太过明显 于是给每个座位都放了一份 想着让心奈放心哭一场 缓解情绪 结果心奈坐下就开始吃零食 纸巾最后变成了 擦零食碎屑的好道具 不过心奈却盯着那包纸巾 露出了微笑 世川意识到自己喜欢心奈 但不愿意承认 还觉得自己脑袋可能卡bug了 都说恋爱是悲剧 他绝不能成为失败的妹 只是午餐的时候 世川就发现 之前砸到心奈的妹子 愧疚地看向他 而心奈则把午餐的牛奶 偷偷地藏了起来 竟然是准备在图书馆 制造小零食 世川只好出来提醒他 实验室有碗 心奈开玩笑让他去拿 最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家庭实验室 世川吐槽 他真喜欢这种麻烦的零食 发现化学老师 似乎在里面的办公室 两人悄悄溜到角落躲起来 世川还帮他调整好了配比 被分了一根手指左右的小点心 就在心奈抱着杯子狂炫的时候 化学老师突然出现 心奈呛了一口 画面极其糟糕 世川生怕被老师误会了心奈 张口就说这是水果奶糖 最后两人被老师说了一顿 大早出的时候 世川就察觉到 短发妹子似乎想和心奈道歉 吉田知道短发妹子不是故意的 但提醒他 最好尽早到前面的被别人误会 短发妹子气咕咕 总觉得吉田他们是在讨好心奈 世川看得胃疼 女生的矛盾真不好处理 下午在图书馆时 世川也看出了短发妹子的意图 正准备离开给两人腾出空间 心奈却突然叫住世川 给他看了自己和海报换脸的照片 还邀请世川和他一起拍照 世川很是心动 可他又不想让短发妹子继续纠结 最终含泪婉拒了邀请 冲出图书馆就发现 吉田竟然也在暗中观察 而图书馆中的心奈 竟然先开口叫住了短发妹子 还邀请他一起拍了换脸照片 关系看起来融洽了许多 心奈有些可惜 如果鼻子没坏 应该会好看一些 短发妹子愧疚不已 立刻道歉 心奈这才知道 他就是扔出球的人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反过来安慰对方 结果不小心把糖果弄洒了 事情结束后 吉田也对短发妹子道歉了 说自己有些过于较真 两人再度和好 世川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在意 心奈脸受伤的事情 毕竟他还是个职业模特嘛 结果回去路上 就遇到从便利点出来的心奈 只是没想到 心奈看见世川骑自行车 竟然让他带自己一程 世川本以为 心奈要给他一个冰淇淋 没想到只是给了个垃圾 但他还是带了心奈一程 路上两人聊起社团的事情 心奈说自己要退出篮球社了 因为工作太忙 没办法兼顾 而且经纪人也禁止他打篮球了 只是退出后 又要加入一个新的社团 听说世川在信息处理部 所以他想着能不能过去 心奈刚说完就发现 世川耳朵红了 只是一直没有回答问题 世川只觉得心脏跳得厉害 结果刚在红绿灯路口 就发现前面是交通部门 自行车搭载两人违反交通规则 世川担心自己被交警查了 影响到信奈在学校的风评 没想到 此时信奈却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 冰棒一般有乳酸菌和咖啡味 说世川喜欢咖啡味 是害怕变化的那一类人 世川一咬牙 直接带着他冲过了交通部门 并且把人送到了车站 信奈为表感谢 把剩下的一边冰棒给了他 没想到 世川也撕掉开口 垃圾丢给了信奈 信奈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世川和他说再见的时候 手不小心抬高了 竟然意外把出租车给招来了 然而第二天 课堂上吐文噩耗 老师宣布 学校禁止带零食入内 因为在图书馆的垃圾桶里 发现了零食袋 世川的视线落到了信奈身上 上次水果奶糖的事件 刚结束没多久 这话明显就是冲着信奈来的 果然 老师问信奈怎么看 信奈说 往垃圾桶里丢的人不是他 于是直接被通知去办公室了 但因为老师没空 所以要等到下周一才能解决 周末的时候 世川估计信奈无法吃零食 就不会来图书馆了 偏偏今天 他还被姐姐拉出了门 他不太想让同学看到自己和姐姐一起出门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 抬头就看到信奈几人路过 而且信奈也看见了两人 世川忍不住竖起耳朵 听信奈他们聊天 却不知信奈其实也在听他和他姐姐的对话 听说世川要去楼下点单 信奈悄悄溜达了过去 还说世川他姐姐可真可爱 想交个朋友 毕竟自己是独生女 非常的羡慕 信奈也看了一眼招牌上的推荐 说自己也想点个冰淇淋 不过一抹口袋 发现钱包忘在楼上了 世川疑惑 你不是为了点单才下来的吗 信奈顿时脸红 世川啊 我恨你也是坏木头 信奈找借口是去上厕所 但是世川却说厕所也在楼上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 信奈是想和自己说话才下来的 于是在点单的时候 没忍住点了个冰淇淋 正好端着东西上楼的时候 看到信奈带着钱包下来 他本想把自己的冰淇淋给他 没想到信奈微微一笑 说你这家伙又学我呀 周一的时候 世川本来想看看信奈会不会被训斥 结果正好遇到信奈过来找老师 然后他也被一起带了进去 老师提醒信奈 不准带临时进学校 世川头皮发麻 主动出口帮信奈解释 最后还真说服了老师 其实老师一直觉得 世川是个比较孤僻的人 看到他愿意说这么多话 也就不想再追究了 不过世川和信奈的关系 也因此拉近了许多 学校马上要举办职业参观 老师却要求分为六人一组 信奈和三位闺蜜凑齐了四个人 世川却被足利他们 拉近了队伍凑齐四个 刚好信奈一组和 健太暗恋的女生那边 都差了两个人 健太对视一眼 决定拆分队伍 分别加入两个小组 足利先带着他们 去找了信奈一组 不过因为足利上次搞的事情 大家对他没什么好感 蒙子表示 想进队伍就得由他们筛选 但其实世川知道 健太更想去奶香的队伍 蒙子跟着众人讨论了一下 最后决定选健太先进队 世川心里咯噔一下 健太看着奶香有些恋恋不舍 信奈突然意识到不对 于是表示 先问问健太的想法 但世川却知道 健太肯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出真相 面对信奈偷来期待的目光 世川主动站出来解围 说健太的成绩比较好 或许能够加入奶香队 好家伙 这不就是在说 蒙子他们成绩不行吗 眼看另外两人将加入信奈队伍 世川只好咬牙说 自己化学成绩只有42分 于是他和足利进了信奈的队伍 但世川总觉得 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信奈却悄悄溜到世川耳边说 他在说谎 因为世川的化学成绩 其实相当好 下午在图书馆的时候 世川还在惦记这件事 有些好奇 健太和奶香的关系 结果就看见 信奈和奶香来到图书馆 奶香说自己要减肥 虽然健太说过 喜欢胖胖的女生 但男生说的话 怎么能轻易相信呢 信奈打听到 奶香和健太 都已经出去一起玩过了 他其实一直很喜欢 聊恋爱话题 奶香好奇 信奈的恋爱情节 信奈却说 自己没有男友 甚至也没有交往过 书柜后面的世川 顿时松了一口气 信奈气鼓鼓地表示 自己虽然没有交往经验 但还是可以指导奶香的 于是说了自己 想和恋人做的事 比如一起戴耳机听歌 拍照 在口袋里面牵手 不过信奈的口袋里 全是零食 奶香的口袋里 也有巧克力饼干 然而两人查看照片的时候 却发现不对 原来不小心拍到了 书柜后的世川 奶香发现世川 听见他们的对话 也不担心 毕竟世川平时沉默寡言 不和他人说话 世川 他刚才是不是鄙视了我一下 不过奶香看了一眼信奈 又看了一眼脸红的世川 顿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放学后正好赶上大雨 世川吐槽 这是现冲恋爱的好时机 不过他因为骑车带了雨衣 却没想到信奈竟然没带伞 信奈发现世川的雨衣有些大 于是强行向他借走了雨衣 说是要穿雨衣去买伞 结果刚走没两步 世川就发现他忘了带背包 而且连电子支付卡也没拿 世川一着急 护着信奈的书包冲了出去 信奈抬手用雨衣替他挡住雨 让世川从背包中帮他拿出钱包 但两人谁都没有想到 世川竟然从信奈的包里掏出了雨伞 信奈称那把伞是坏的 世川半信半疑 刚拿出钱包 信奈就让他解开雨衣扣子 放进里面的衣服口袋 我就说这疑似双向暗恋 姐姐你都快把世川吊成翘嘴了 之后信奈让世川先回去避雨 自己单独去买雨伞 世川回到学校门口就发现 那把伞完好无损 以为信奈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 有时候蛮恨你是一块木头 只是看见信奈带着雨伞和零食回来 世川觉得他可能只是想买零食 之后信奈把雨衣还给世川 还问他喜欢薄荷味的巧克力吗 让他猜一猜自己喜欢哪一派 世川看着他手里的薄荷味巧克力冰淇淋 这还需要什么答案呀 没想到信奈竟然也给了他同款的冰淇淋 世川脸红 他果然很喜欢信奈 没忍住对他说了声谢谢 此时信奈愣了一下 突然叫住世川 说自己还没有说刚才的答案 他表示自己超喜欢 却没有加上巧克力 别掉了别掉了 真的要成撬嘴了 之后小组参观开始 世川他们去了漫画杂志编辑部 足利一直在试图和信奈搭话 不过因为太色所以被嫌弃了 但很快大家都投入到了漫画中 世川也很喜欢看漫画 却又不想遭到嫌弃 此时隔壁编辑已经拿出了任牙的原话 信奈一眼就看出世川十分喜欢 当即就把世川给拽了过去 看到世川夸了一句厉害 信奈也忍不住脸红 随后参观结束 众人进入电梯 因为太急 世川竟然被信奈避咚了 因为担心自己视线会引来信奈不满 世川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其他的感官变得更加灵敏 等到了楼层一睁眼 却发现信奈离自己很近 他只当是突发的意外 紧张之下还被电梯门给夹了 之后几人准备前往另一边参观 路上信奈问世川喜欢漫画吗 信奈说自己只看过少女们 还说可以把这个漫画借给世川看 小林觉得世川不会去看这么爽朗的少女们 世川还以为自己被嫌弃了 火速表示自己要去厕所一趟 恶狠狠地发了一通火 结果一出来就发现只有信奈还在等他 信奈虽然说了世川要去厕所 但小林似乎没有听见 他们成功和大部队走散了 发现能够和信奈独处 世川心里是有些窃喜的 结果转头就看见信奈急哭了 世川十分焦虑 立刻去贩卖机买了热饮递给信奈 信奈拿到饮料愣了一下 随即满脸通红 世川道歉 是自己要去厕所还没告诉大家 这话立刻把信奈逗笑了 之后两人坐上电车 世川记得信奈是模特 担心自己跟信奈走得近会拉低他的格调 刚要走开就被信奈给拽住了 两人还顺势八卦了一下奶香和静态的恋爱 信奈凑得很近 世川大脑一片空白 就听他说同班同学谈恋爱真有意思 不过他还是觉得偷偷谈恋爱更有意思 还问世川怎么想 世川都成翘左野喽 还能怎么想 之后小队会合 小林向信奈道歉 说之前没有注意到队伍的动向 信奈一把抱着他说 谁都会犯错 被大家吐槽 顺杆子往上爬呀 周一世川还吐槽起参观的事情 姐姐就说他已经说过这话了 一眼就判定世川最近在学校很开心 世川虽然知道自己喜欢信奈 但总觉得这种杨绝 一定会嫌弃自己这类阴暗病 却没想到信奈竟然在校门口等着自己 并且还一把把他拽住了 然后从书报里拿出了少女漫 说是之前约好要借给他看的 还说今天要早退 去不了图书馆 让世川一定要好好看看这篇好漫画 还说漫画里的主角虽然冷酷 但其实是个好孩子 世川担心他继续剧透下去 自己就不用看了 信奈在他旁边提醒他一定要看 世川疑惑 他不是要在校门口等人吗 我恨你是块木头 信奈看起来有些委屈 只能憋嘴又回到校门口 放学后 信奈去图书馆看书 却没想到信奈竟然来了 世川羞愤欲绝 因为以前信奈在的时候 他不敢接近 在谎称自己站着看才能看得进去 信奈发现他在看悬疑小说 非要让他先把漫画看了 结果两人拉扯之间 不小心撞到了一块 世川被狠狠地发了一波福利 信奈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先走了 世川下意识叫住他 问他明天还来学校吗 本来觉得自己问的话题很尴尬 没想到信奈露出笑容说 明天一定会来 世川意识到 自己似乎真的有些享受上学了 回去看着这篇漫画 还在想信奈会怎么看这篇漫画 却发现这里面竟然还有零十岁 第二天世川来到学校 却被信奈追问漫画好不好看 世川其实根本就没能看进去 因为一直在脑补信奈怎么看漫画 然而这一步却被足利看见 世川也不想辜负信奈的好意 私底下补漫画却被足利叫住 足利以为世川和信奈关系不错 还想从他那里打听信奈有没有男朋友 足利表示自己喜欢信奈 因为他的下半身不听自己使唤 还说什么 不是真心喜欢就冲不出来 世川震惊 还有这说法 但足利说起喜欢信奈的优点 翻来覆去就是外貌和身材 这让世川感到非常的不快 除去足利对信奈抱有那种心思 他坦诚 自己也对信奈有那种想法 但还不明白 自己的感情究竟处于哪一条线 回到教室去发现 信奈坐在他的桌上和小林他们聊天 自己只好坐回座位 结果就看见信奈抬腿 刚好足利回来就看见这一幕 顿时对世川做出你懂的表情 世川一个下午都在思考自己对信奈的感情 结果来到图书馆却发现 信奈一脸震惊地看着海报 原来上面明令规定 图书馆内禁止饮食了 虽然大家心知肚明这件事 可以往从没有特意贴出过告示 难不成是有人发现 信奈在这里吃零食并且告状了 可是那些人都是信奈的朋友 万一是别人出入的时候看见了呢 所以信奈决定去旁敲侧击地问一下 再加上之前有人在图书馆垃圾桶里扔零食袋 信奈觉得非常的可疑 因为自己真的从来没在学校垃圾桶里扔过 也就是说犯人可能不是自己 结果到办公室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在图书馆里发现了糖果的纸袋 老实说虽然只是糖果 但不能坐视不理 有些事情即使理所当然 但如果不写出来 别人就是不明白 此时信奈陷入了极端的沉默 诗川以为这是最后一次在图书馆见面了 却没想到信奈再度掏出了巧克力吃了起来 因为他本来就知道图书馆不能吃东西 如今不过是多了一张告示罢了 诗川吐槽 但凡被老师发现就完蛋了 结果一抬头就看到女老师从书架后面经过 诗川震惊 几乎下意识用书盖住了桌上的巧克力 同时握住了信奈要往嘴里塞巧克力的那只手 信奈经得满脸通红 这一幕被路过的女老师看见 误以为他们俩是在谈恋爱 诗川看到信奈表情复杂 下意识解释 怕信奈被罚以后再也来不了 又担心被信奈给嫌弃 没想到信奈却让他背过身 自己把手里化掉的巧克力给舔了 诗川只能离开 不过在走之前提醒信奈 以后吃零食还是收敛一点吧 诗川本以为一切都完蛋了 没想到第二天信奈又来了 虽然还是吃零食 不过已经减到了三分之二 诗川再度看到信奈 内心却是窃喜的 发现自己真的超喜欢信奈后 诗川上网查了信奈的一名 认为觉得信奈丑的网友都是没品的家伙 却意外发现信奈竟然还登上了综艺节目 中二博出 他刚好错过 诗川觉得自己虽然喜欢信奈 但不敢往交往的方向想 今天恰好遇上长跑 诗川想着自己作为男生 总不至于被信奈抄过去 加速却被信奈一把拽住 面对对方跑步时摇晃的身材 诗川感觉自己迷之降速 很快发现信奈穿在里面的短袖反了 被提醒的信奈竟然当场转动衣服换了回来 诗川的速度再次下降 信奈回头就看到诗川露出了另一只眼睛 愣了一下竟然停下来等诗川一起跑 结果两人不小心跑出了赛道 最后两人一同垫底 信奈主动伸出手 让诗川把他拽起来 拿着放在地上的外套就走了 乃相疑惑 因为这完全不是信奈以前的速度 诗川却想着两人牵手的事情 没想到他和信奈的外套却拿错了 眼看自己的外套还套在信奈腰上 要是对方没反应过来 穿上了身岂不是要掉价 诗川担惊受怕 想趁午休的时候拿回外套 却发现信奈在上课时穿上了外套 偏偏前面的足利被老师叫起来答题 诗川知道这家伙喜欢盯着人家胸侃 要是被足利发现信奈穿了他的外套 岂不是会嚷嚷的全世界都听见 所以诗川立刻起身表示要回答问题 注意到信奈非常明显的外套 小心翼翼地点了点胸口 提示他穿出外套了 结果被足利当作胸有成竹的表现 结果老师吐槽他解错题了 好家伙还没开始就先射死了 午休的时候也没找到机会更换 不过信奈期间总是若有若无地挡住了胸口的名字 直到午休即将结束 他才主动找到了诗川 表示不知道什么时候拿错了 可诗川并没有发现 信奈拿着他的外套躲在帘子后面秀了秀 可恶我都说了是双向暗恋吧 诗川好奇信奈是什么时候发现拿错外套了 毕竟午休的时候他似乎都挡住了胸口的名字 随时诗川发现外套上有米粒 信奈顿时不好意思 非要拉着诗川测身高 诗川遭到了洗面奶袭击 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 赶紧搬来凳子表示要帮信奈测量 结果两人挣扎的时候 信奈不小心上了体重秤 顿时就破防了 这天诗川来到学校 突然听说信奈要拍电影了 诗川嘴硬肯定是普通的电影 没想到主演的名字如雷贯耳 导演甚至还拿过嘎那奖 不过诗川发现信奈似乎不太高兴 难道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吗 这时老师走进教室 通知大家抽签更换位置 诗川内心祈祷能分在一起 然而分毫之差 信奈就在他的右上方位置 和诗川的前桌足利是同桌 而诗川和奶香分到了一起 本想着这样应该也不差 万万没想到信奈长得实在太高 挡住了他所有的视线 信奈回头对他露出微笑 诗川一下就着急了 他是要去看黑板呢 发现足利还假装没带课本 诗川立刻从课桌给他薅出来 但看不见黑板的诗川急得左右乱转 奶香注意到后 主动把笔记分给他 还和他拼桌一起记录 让他下课后再跟老师说一声 结果诗川抬头就发现信奈气鼓鼓 说诗川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下课后信奈看起来很生气 甚至没有去找自己的闺蜜团 诗川以为他是不想演电影 信奈却气鼓鼓地问他 是不是很喜欢和奶香做同桌 毕竟奶香的性格好 身体还软软的 很可爱 没想到诗川咳了一声 直接打了直球 上课的时候 我眼中只有你 等奶香回来 就看到两人满脸通红 都不敢直视对方 直到图书馆时 信奈才知道 原来自己挡住了诗川的视线 最后位置转了一圈 变成诗川做前排和足力同桌了 诗川旁敲侧击地问他 演电影怎么样 听到诗川提起电影 信奈才开心起来 还说自己演的是一个刑警的女儿 诗川发现信奈高兴了很多 看来是因为 之前没人问过他演的角色 傻子 那是因为是你问的呀 信奈还说他有一句台词 你真是令人作呕 诗川感觉心口中了一道 但还是陪着信奈练习台词了 只不过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于是诗川提议换一个地方 没想到信奈直接把他带进了储物间 好家伙 狭隘的环境中暧昧的对戏 是谁可晕了 原来是我呀 那没事了 等电影上映都要到后年的春天了 诗川心中很不适自玩 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初中毕业了 到时候 两人还有待在一起的机会吗 笨蛋 你跟他谈恋爱呀 信奈羞涩地问他会来看吗 诗川摇头说不清楚 但他会尽量安排时间 信奈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也不再练习台词了 而是笑眯眯地告诉诗川 他现在对诗川说不出那句话 晕倒 可恶的小情侣 把我们一号机玩弄于鼓掌之间 晚上 诗川打开信奈参加的综艺节目 对信奈的出场十分激动 然后发现 垃圾导播竟然把信奈的戏份给掐掉了 出现的画面只有陪跑 甚至连几句话都没有 但诗川竟然有几分安心 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人渣 认为信奈被砍掉戏份 现在肯定伤心难过呢 想着第二天 尽可能不提话题 没想到信奈还挺满意他的戏份 人生在世就得知足常乐嘛 因为小林得了流感没来学校 信奈干脆坐到了蒙子身上 被闺蜜蒙子趁机丈量了轩尾 信奈吓得赶紧跳起来 立刻告诉他 自己有很多地方不能碰的 甚至还画了示意图 几乎浑身上下都是敏感点 几人并没有擦掉黑板上的话 眼看足利就要上去擦黑板 诗川弹射起步 诗川直呼他是好人 却不知诗川已经把话记下来了 得了流感回来的小林发现成绩下滑 而信奈的成绩竟然提上去了 一番打听后才知道 信奈每天放学后都会溜到图书室 找诗川辅导作业 于是小林也加入戏中 信奈看起来有些气鼓鼓 小林感慨 诗川还挺会教人 还说信奈最近老是聊起诗川 信奈嘴硬 表示他还提过其他人的名字 诗川担心他们聊天是在嘲笑自己 小林却说起了信奈闹的笑话 比如脸上沾了奶油又没有手擦 竟然想用手里的奶油可力饼擦掉 结果糊了一脸 没想到把诗川给逗笑了 小林十分惊讶 诗川竟然会笑啊 平时看着唯唯诺诺 还以为是AI呢 没过多久家长会开始了 诗川本来想躲远一点的 没想到他妈妈竟然就坐在信奈母女身边 信奈的母亲也是位大美人 还会纠正信奈的坐姿 结果坐在旁边的诗川母亲也下意识跟着坐 这个时候信奈听到诗川母亲说起诗川的名字 顿时好奇地观望起来 于是两人便聊起了天 诗川母亲还投喂了信奈糖果 看到她手里的润喉糖 信奈突然露出了微笑 家长会结束后 母亲还夸诗川最近很积极 然后又说自己和他们般漂亮的女生换了糖果 还问诗川认不认识那女生 诗川张口就说出了信奈的名字 此时信奈正悄悄跟在两人身后准备打招呼 听到诗川肯定漂亮女生就是她 信奈顿时脸红跑路了 第二天在图书馆 信奈变得格外粘人 还说小林重新去补鞋了 让诗川干脆辅导自己的作业 掏出了历史笔记本 结果上面记录的竟然是数学笔记 成功都笑了诗川 就在两人准备开始补作业的时候 巡逻的老师路过 夸他们很认真 但诗川却想起了信奈旁边还放了润活糖 想了想对方的肩膀可以碰 赶紧凑到信奈耳边提示她 快把糖收起来 没想到信奈捂住耳朵钻到了一边 诗川趁机把糖收了起来 之后信奈果断在亲友组面前 把耳朵也是敏感点加上了 诗川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 好像做错事了 这天诗川急车回家却遭遇大雨 偏偏她还忘记带雨衣 结果其到一半遇到了信奈 信奈立刻拦住了诗川 诗川担心自己湿漉漉的样子太恶心 没想到信奈却突然捧起她的脸 然后很快抽手离开 似乎是无意识的行为 她把塑料袋放在诗川的自行车框内 本来想在后座给诗川打散 但因为接下来还有工作只能放弃 诗川匆匆杀回家 却发现车框内还有信奈的东西 里面甚至还有女生生理器需要使用的物品 考虑到信奈接下来还有工作 不好买到这东西 诗川冒雨立刻冲到车站 信奈还没有离开 诗川又不好说自己看过那些物品 只是把东西递到她面前 但信奈看到最上层放着的东西 小声告诉诗川 这不是她生理器用的 这是帮母亲捎带的 诗川松了口气 打了个喷嚏后跑路了 回去后不出意外就发烧了 并且还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的信奈竟然随地大小便 察觉到发烧 诗川干脆请假在家 下巧今天家里又没人 没想到黄昏时候 却看到信奈来了 她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下意识冲了出去 信奈给她送来了学校发放的甜点 觉得是自己昨天叫住诗川 才让她发烧 诗川鼓起勇气 邀请她进屋喝杯茶再走 烧水的时候 因为太紧张见了一声 诗川担心自己睡衣有味道 于是烧好水 就立刻冲上楼换衣服 结果因为高烧晕倒了 信奈察觉到水烧开了 人还没下来 立刻冲上楼 果然看到迷迷糊糊的诗川 迅速把人扶到床上 担心她没穿上半身的衣服会着凉 本打算替诗川套上衣服 结果因为靠得太近 诗川一头砸在她的胸口 还感慨 今天的梦挺真实 信奈竟然不会变大变小 等她再睁眼 信奈变成了她姐 诗川有点分不清 到底从哪里开始做梦的 只知道桌上有甜点 和祝愿她早日康复的纸条 诗川退烧之后 母亲告诉她 昨天下午她看到了信奈 对方似乎很担心诗川的感冒 诗川上学的时候 还被信奈伏击了 听诗川说 记不得发烧时的事情了 信奈还打算旁敲侧击问一问 结果被路过的小林暴露 其实那个甜点是信奈自己的 好家伙 贪吃鬼竟然舍得把零食分出去啊 这天在图书馆 信奈突然问诗川有没有赖 诗川怀疑她是想嘲笑自己 毕竟再怎么孤僻也有这玩意儿吧 虽然她联络人中只有一家人 得知诗川有联络账号 信奈开始旁敲侧击想加好友 可惜诗川是块行走的木头 根本不吃信奈的暗示 下午的时候 信奈一直在想 如何加上信奈的账号 这个时候 蒙子感慨 圣诞节要到了 为了交个合适的对象 他打算先把全班男生的账号加一点 信奈立刻找到目标 并以此为借口 火速跑到偷听的诗川面前 没等诗川反应过来 蒙子先打断了对话 哪有人满极了 还从史莱姆开始抓怪 蒙子自己先加上了诗川的好友 并且看到了诗川的二次元图像 果然辣妹对阿宅相对比较温柔 但此时 诗川发现信奈的眼神杀意好重 蒙子表示 信奈不需要攻略史莱姆 应该从班上的王牌田径选手 实事开始 被小林吐槽 明明是蒙子想要对方的联络方式吧 此时信奈突然瞄了诗川一眼 然后说 他家和时事家住在同一个公寓 父母见面了 偶尔会聊聊天 诗川感觉不对劲了 这时信奈已经被闺蜜团推着去要账号了 听到熟悉的询问 诗川终于反应过来 信奈当时的话是想问他要联络方式 诗川顿时惨叫一声 吓了众人一跳 信奈露出欣喜的目光 这台子终于反应过来了吗 这边 诗川还在告诫自己 下次信奈问他有没有账号 一定要说有 结果 足利这家伙先跑过来问诗川 最近过得咋样 诗川一紧张就说有 好家伙 当场就射死了 回去后 诗川思考 信奈加自己的联络方式并不稀奇 毕竟信奈很受欢迎 但他喜欢的类型 是漫画里的主人公 态度冷淡还俊 本性却善良可爱又天然呆 诗川震度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呢 他把漫画剪了起来 看到漫画里两个主角沟通的场景 诗川想起他和信奈聊天的场面 告诫自己不要瞎想 第二天 诗川来到学校 发现之前的学长又在试图攻略信奈 小林一直在面前挡着 而学长身边竟然还有一个女生 被蒙子吐槽 以夫多妻子渣男 结果学长掉头开始邀请小林 这摆明了是把小林当幼儿 特意来引诱信奈上钩啊 偏偏小林还真的答应了 信奈表示他不会去玩 还劝小林最好别去 但又不好告诉他 他是被学长当幼儿了 诗川发现信奈躲在图书馆哭 甚至开始思考要不要谋杀学长 看到诗川出现 本来对游戏不感兴趣的信奈 主动和诗川提起游戏机的事情 还说他父亲很喜欢玩游戏 家里有特别多的设备 这个时候跟在学长身边的女生 溜达了过来 还说学长太过勉强信奈 认为信奈这么漂亮 肯定已经有对象了 信奈看了一眼 诗川赶紧摇头说没有 但女生认为 信奈是模特要立人设 信奈却拍桌而起 说没有 并且紧张地看向诗川 女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把好友推走了 这边诗川还在劝信奈 在人多的时候 最好别和自己走太近 主要是害怕信奈被自己牵连 没想到这个时候 女生把学长带了过来 信奈突然捧着诗川的脸 错位假装接吻 学长看得清清楚楚 掉头就走 诗川想明白为什么 不是应该要跟自己疏远才对吗 他回教室的时候 听到萌子告诉小林 他是被学长当作掉信奈的诱饵了 小林意识到后疯狂嘴硬 表示自己早就明白了 只是故意假装接受邀请 诗川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好在放学时 小林找到信奈道歉 并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答应学长邀请了 信奈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到两人和好 诗川放心了许多 只是他发现 学长看自己贼不顺眼 不过他推测 自己可能是被信奈利用了 或许是想让不感兴趣的学长 别再纠缠自己 所以才假装和他亲近 一想到此前所有的相处 都有可能是被信奈利用了 诗川整个人都抑郁了 那天之后 他就再也没去过图示室 并且也主动避开了信奈 呆子 要不是你老婆主动凑过来 你小子能单身一辈子 信奈也察觉到被躲避了 毫不犹豫的冲上去就是一个壁动 名人不说暗话 今天我就要看到你们俩的赛本 信奈确实听进去 诗川让他别靠太近 但以为诗川是不喜欢太接近 情节之下都哭了出来 诗川本以为自己是为利用 可看到信奈哭了 才意识到自己想岔了 人信奈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只是自己想找一个理由躲避对方罢了 就像小时候他想玩游戏机 姐姐看出来表示可以帮他给家里说 但他明明想要的不行 但想着自己怎么都得不到 干脆就自说自话地放弃了 对待信奈的态度 也重复了当年的想法 诗川赶紧道歉 自己只是有事 没有故意要躲开信奈 信奈高兴地一把抱住诗川 然后立刻解释 只是和好的拥抱 又担心诗川会讨厌 诗川抓住他的手说没有 于是信奈看四周没人 又抱紧了他 诗川想起了少女漫里的主角的台词 努力让自己不要想歪 两个人一起回去的路上 信奈缠着信奈聊天 还问他寒假准备去哪里 信奈表示要回父亲的老家 信奈看了看手机里的日期 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说话 信奈把少女漫还给信奈 信奈问他喜欢哪一个片段 信奈说他喜欢两个主角 在笔记本写字聊天的片段 信奈说他也很喜欢那里 还说下周会给他带后面的漫画 结果一直拖到了寒假的前一天 并以此为借口 让诗川挑个时间 自己好把漫画送过去 还顺势把好友给加上了 约好明天见面 明天的日期可不就是圣诞节吗 说实来拿漫画 结果约的地方却是色谷 建议二次元少来这边 小心被抓去打宋摩 虽然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 诗川嘴硬表示并不期待 但身体诚实的提前过来等待 没想到在这里撞见了同样想法的信奈 两人都收拾的挺光鲜亮丽的 信奈还感慨今天人挺多 诗川无语 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啊 他以为信奈完全没意识到这里 多半是有什么事才顺便圆上自己 大哥你但凡多想歪一点呢 可恶是个呆子 诗川想着幕后一点免得让别人误会 结果一看镜子 自己穿得像个跟踪狂一样 难怪信奈刚见到他还没认出来 他赶紧摘掉帽子和口罩 看到诗川露出脸 信奈也挺开心 还让他和自己一起提袋子 看起来倒像是牵手的小情侣 还表示会挡住别人的路 特意凑得很近 随后信奈把诗川带到甜品店 诗川越看越觉得这像是约会 不是像啊 就是约会啊大哥 两人在楼梯排队时聊天 信奈提及头发是母亲帮帮编的 他母亲在外面看起来比较严肃 实际在家里非常宠信奈 诗川感慨还怪可爱的 信奈别嘴 原来你小子会夸人可爱啊 但为什么不是先夸他呢 不过很快他要调整好的心情 诗川一看菜单 顿时两眼发直 最后只点了一杯咖啡 信奈反应过来也很愧疚 要是只选了一个普通的咖啡厅就好了 诗川赶紧摇头 表示自己只是不喜欢吃甜的 期间信奈发现 诗川穿了黑色的衣服 以此为话题和他聊起穿衣 诗川总觉得越聊天 自己扣的分就越多 不该这么胆大包天的跟着信奈出来玩 虽然在学校想很不错 但万一在外面拜了好感呢 结果发现 信奈已经开始美美品尝甜点 还让诗川帮他拍照和录视频 诗川十分无奈 你可是模特呀 怎么还成了吃播呢 这要是发到网上去 会不会有损模特形象呀 诗川却说他不发到网上 反手把视频和照片发给了诗川 随后就发现 诗川一直盯着手机看 情节之下 让诗川多看看现实里的自己 呵呵 妈咪 这个女人好会聊啊 结账的时候 信奈果断付款 毕竟他在工作嘛 诗川悲伤 又给自己扣了分 随后他陪着信奈去挑衣服 因为陪姐姐也去过 信奈让他学哪一条裙子可爱 诗川挑了一条颜色顺眼的 总觉得这个场景 好像在恋爱喜剧里见到过 但一想到 信奈在更衣室换衣服 诗川总觉得 自己思想有点不太对了 下意识想要逃跑 却被叫住 可偏偏这个时候 遇上了她姐和朋友出门 信奈听说后 本打算去打个招呼 诗川赶紧阻止 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 啊 这不就是说 早晚要借吗 正好这个时候 姐姐也要试衣服 信奈看出 诗川很紧张 竟然一把将他拽进了更衣室 还问他 什么时候才可以见面 诗川表示 循序渐进吧 信奈十分开心 还在诗川夸他 很适合这条裙子后 立刻拍板 决定买下来 回去路上 还担心耽误了诗川 诗川表示 他要是真讨厌 就不可能来了 正好这时 两人走到圣诞树彩灯下 这还是诗川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等到两人前往车站等车 诗川选择 接过漫画自己提 但因为人流量太大 两人差点被冲散 上了车 诗川才发现 信奈牵住了他的手 诗川很紧张 随后立刻回窝 两人顿时脸红 直到离开车站 都没舍得松开手 路上也不敢直视对方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该什么时候松开对方 却同时放慢了步伐 希望这一刻 能永远持续下去 诗川总感觉 他的情感要爆发了 这时 信奈突然松开手 准备回家了 诗川本想提前说 新年快乐 却被信奈制止了 但诗川却意识到 这或许是他过得 最快乐的一个圣诞节 诗川回去后还在反思 漫画里的主角 出现指点他 他应该意识到 自己和信奈是有戏的 当然 也不排除 信奈对闺蜜也很亲密 所以下意识和他亲近吧 不过总之 先触下去再说 除夕夜 诗川感觉 自己仿佛进了地狱 因为学长和暗恋他的女生 正和诗川 坐在同一张餐桌上 旁边的萌子劝诗川赶紧换个位置 学长却问诗川 信奈最近在干嘛 诗川不好挣扎 因为他的手受伤了 事情还得从四天前说起 按照每年惯例 诗川一家返回老家 回老家挺好 就是房间不多 他和姐姐得在一间房里打地铺 想起自己要给信奈 拍老家学景的照片 诗川干脆去了外面一趟 结果拍照的时候忘了注意脚下 哐当一声摔下锅 姐姐找过来时 就发现他手骨折了 诗川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打完石膏后 又回老家吃了顿饭 虽然受伤了 但他却没有抱怨 饭也吃了 照片也拍了 顺便把自己受伤的照片发给信奈 本以为会被嘲笑不小心 没想到 信奈立刻打来了视频通话 看到姐姐在睡觉 诗川才接起视频 信奈穿的还是家居服 一看就是来不及换衣服 就先着急打电话了 得知诗川要提前返回东京 信奈本打算约他出去玩 结果姐姐已经醒了 诗川手忙脚乱地挂断了电话 起初姐姐还以为他在看直播 没想到竟然是异性同班朋友 姐姐都没有一个异性朋友呢 诗川生怕姐姐刨根问题 是不是在谈恋爱或者交往 没想到 姐姐两眼一闭继续睡了 得知诗川先以朋友身份做解释 信奈看着那个仙 顿时高兴起来 又给诗川打了语音哄话 和他一起看了月亮 不过信奈那边并没有月亮 所以信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过去 信奈远程指挥诗川做一些动作 同时自己这边也在重复 仿佛真的摸到了诗川的头一般 可恶 诗川看起来就很好欺负 绝了 随后 诗川告别奶奶 在回去之前买了特产 记得信奈喜欢狗狗 便带了吊坠一起回去 路上姐姐欲言又止 最后安慰诗川 追女孩子不要只看外表 诗川就猜到 他姐压根不对他俩抱希望 我得不说 他们真是亲姐弟 只要心里觉得拿不到 就会在受伤前放手 不过他已经逃不掉了 姐姐在得知诗川之前发烧时 信奈还来探望过他 表情突然愉悦起来 这不是很有戏吗 回去后 诗川装上漫画书 准备在还束的同时 把围巾还给信奈 还有那个吊坠 没想到却被出来的狗吓了一条 没想到信奈带着狗溜达过来找他了 因为信奈觉得 他手受伤骑不了自行车 现在 诗川比较担心 自己没法送狗狗吊坠了 毕竟不好解释 自己怎么知道他喜欢狗 这边信奈还让诗川指挥一下狗狗 结果小狗压根没听 反而是信奈跟着指挥行动 甚至还借此机会握上了手 诗川说 他把围巾带过来了 信奈打磕围巾有些不好意思 解释 他本来是想把围巾送给诗川的 但又担心诗川不想收 诗川心跳加速 果断从口袋里掏出吊坠 说是送给信奈的伴手领 信奈收到领悟非常开心 便借此机会把围巾也交给了诗川 这两人看起来十分相似 回去后 信奈问诗川 要不要去参加新年参拜 诗川决定去一趟 于是信奈说 之后会发地址给他 随后的几天 诗川都在和信奈手机聊天 他时刻都担心自己会飘了 除夕前一天 诗川出门购物 结果就被学长一些人给撞见了 于是就演变成了开头尴尬的一幕 学长还想趁机拿到信奈的联络方式 诗川本想装作没有 结果信奈突然发来了消息 学长让女生先去取杯咖啡 蒙子见状也跟着离开 诗川以为他要对自己动用武力 学长却坐在他对面 表示自己不会告诉其他人 也不想让诗川为难 直接悄悄把信奈的联络方式给他就行了 殊不知蒙子正在隔间偷听 诗川却干脆的拒绝了学长 没有任何理由 他就是不想给 学长还想说些什么 蒙子端着咖啡溜达他了过来 表示时间很晚了 让诗川送他一程 学长表示他可以送蒙子 蒙子拒绝 并称诗川是他朋友 看来 刚才诗川的回答 让蒙子认可了他这个人了 回去路上 诗川感慨 蒙子好帅 并羞泽的坦白 他似乎喜欢信奈 蒙子快要填翻了 大喊 他当然知道 而且这件事大家都看得出来 诗川对他出手表示感谢 蒙子问他要不要上楼坐坐 诗川立刻摇头拒绝 离开后 他想打个电话 听听信奈的声音 没想到 蒙子竟然出现在了电话里边 好家伙 原来信奈就在蒙子那边呢 可恶 痛失一个亿啊 诗川本来是要和家人 一起去信念参拜的 分享着和家人提前30分钟 聚会完成后 找个借口留在这里 和信奈活灭 没想到 信奈竟然提前来了现场 而且一眼被母亲和姐姐认了出来 姐姐赶紧问诗川 信奈有没有男朋友 毕竟对方今天打扮十分完美 还时不时照镜子 确认妆容和微笑 这摆明的是在等自己喜欢的人呀 诗川被说得脸都红了 姐姐赶紧怂恿诗川上去聊天 诗川觉得 他肯定会躲在后面偷看 然而 声音太大 引来了信奈的注意 信奈一看 他们一家人都在 立刻过来打招呼 姐姐感慨 真是大美人呀 诗川吐槽 他姐的表情好猥琐 难不成自己平时也这样吗 最后 信奈和他们一家一起参拜 信奈说 诗川竟然敢约两边一起 姐姐在旁边露出笑容 祈福的时候 姐姐和父母先下去了 诗川只有一只手 没法合掌 没想到 信奈却伸手和他贴贴 让他一定要认真许愿 诗川被撩得满脸通红 信奈在诗川父母面前比较严肃 一起参拜结束后就离开了 不过 诗川知道 他们俩约好了 等会儿再碰头 刚想找借口和父母分开 姐姐却一把拉住 信奈一起跑了 因为他打算和信奈打个招呼 结果 姐弟俩刚找到信奈 就发现 他已经吃上了 姐姐顿时乐了 邀请信奈来他们家玩 信奈很开心地答应了 姐姐一开始还担心 信奈是不是在等人 很快意识到 信奈刚开始招信子 看到诗川激动地说 也买了他那一份烤串 姐姐突然头撞裂线杆 该死 好像很有希望呀 信奈到家脱下外套 腰上挂得 诗川送他的秋天犬吊坠 当时诗川借口和姐姐买一对 这要是被姐姐发现了 他不得被驱逝死 于是伸手捂住了信奈的腰 姐姐一把捂住眼睛 天哪 一来就进入正题吗 但很快 姐姐就被信奈身材给震惊了 他立刻热了年糕投喂信奈 并感慨 信奈真可爱 还故意怂恿世川叫信奈的名字 同时 借着展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把弟弟的照片 靠给信奈看 看到初中的时候 信奈很高兴 发现其中好像没有合宿的照片 姐姐有些紧张 因为那一次 世川没去 随后姐姐找了一个理由说 要去见朋友 世川发现 他竟然把另一个吊坠留了下来 并且在走前感谢信奈 愿意和世川交朋友 信奈一把抓住姐姐 问他自己也可以教他姐姐吗 姐姐看起来特别开心 随后信奈发现 他和世川的吊坠是成对的 姐姐在门外微笑离开 深藏公寓名 姐姐离开后 信奈感慨 年糕很好吃 顺手就把碗给写了 毕竟 世川的手受伤了 随后还跟着世川一起上了楼 信奈表示 这些照片 他其实已经看过了 原来 世川小时候和小林 是一个学校的 信奈从小林那里 要来了相册 当然 他没有承认 是在看世川 只是好奇 照片中的另外两个男生 因为他们看起来和世川关系很好 世川的眼头 确实是从小的朋友 只是这两人现在去了私立学校 世川房间里还摆放着很多作文大赛的奖章 足以证明他以前非常优秀 但世川认为 那只是过去的奖章 现在发现 世川竟然还在看心理学的作品 很好奇 他能否猜出自己内心所想 结果放松地躺在了世川床上 伸手却摸到了一本杂志 世川顿时慌了 下意识扑过去 考业 床东 两个人都慌乱不已 世川被信奈轻轻推开 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没想到 信奈拿起手机 就拍了他初中时候的照片 并迅速冲下了楼 世川刚追过去 信奈就对他说 下次他会拿自己的照片给世川看 这不就是在邀请世川去他家玩吗 咳死我了 当晚 当初梦到了自己初中落选的记忆 那时候和两位好友分别 约好初中还要一起玩 但上了初中后 他开始看猎奇心理学 其他学生被吓到后不敢再搭话 但他内心的幻想却知道 他一直想有一个人来揭露自己的内心 因为手受伤 母亲和姐姐送世川去学校 信奈在校门口等他出现 还问他 狗狗吊椎在哪里 亲手给世川挂到了扣子上 看到信奈的背影 世川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初一的时候不是很想上学 连核素都找了个借口没去 但最近他不是很讨厌上学了 他想说 这都是信奈的功劳 信奈却说并非如此 如果世川不愿意来学校 他和其他同学也没机会和他聊天 看到世川那么难过 信奈一把抱着他安慰 世川只想对他说一句谢谢 随后两人匆匆赶往教室 蒙子在后面跟他们打招呼 发现两人气氛十分暧昧 怀疑 他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的事 世川无语 但很快就被信奈口味了糖果 哇 呵呵 好好课 满足了 等于说 我过来的